如果想在20万以内落地一款动力强的SUV 一定要来看一下这款福特的锐记 我身边这台是它的17.98万的版本 那么目前它的全系终端优惠大概是18,000 也就是这台车它是16万出头 那么大概算下来的话 可能就是18万多点就可以落地了 一台2.0T加8AT 而且是铝合均的悬架 三大件非常出色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这款车能给你提供哪些配置 首先来说这台车呢 它的车身尺寸的话 是长度达到4585毫米 是属于比较主流的级别 轴距达到2710 也算是中规中距的水平啊 不算特别大 这台车从17.98万 也就是眼前的这个版本呢 它是全系标配了LED加自动投灯的功能 此外从外观看来看 这台车也是全系给你提供了全景的大天窗 另外这台车 它也给你提供了18寸的轮廓 而且它轮胎特别厚啊 有足足有255毫米 坐在车内呢 这台福特锐记 我可以负责的说 你要相比CRV啊 相比容放 相比图冠L那些车来说 整个座舱的精致度 细腻程度还是要略胜一筹的 比如说它这些大量的用了 这种皮质加缝线的工艺 包括上方这些唐素 也是在边缘用了很多的缝线 那么看起来档次感是很好的 而且它的这个方向盘 确实无论是观感还是手感 都很扎实 很舒服 前方这块中控的悬浮大屏 包括前方的两块机械表 加一个液晶表 整体的造型和样式 这就是16万的版本 给到你的体验 福特标志性的选纽式换挡 中间的处屋空间也非常大 我觉得坐进来之后 确实给人的这种品质感 做的还是非常不错 这台16万多的版本 它也前后排座椅都给你提供了 这种皮质的座椅包裹 手感摸上去还是相当细腻的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 它的第二排座椅 感觉厚度是不太够的 坐上来有点单薄的感觉 但是前后排的空间还可以 我们来测一下 第二排的腿部的肩细 前方以我的正常坐姿 178的身高来测的话 它这个肩细也达到了30公分 所以它紧凑SUV来说 这个已经是很不错了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你看它的第二排座椅 进行中双50公分 所以对大学乘坐坐是相当不错的 这台车我觉得美中不足的 一个是它的造型设计 确实不是很方正大气 第二个我觉得是由它的座椅 稍显得单薄了一些 但是宽度是够的 当然了其他方面 我觉得无论是它的智能化 而还是它的248匹的动力 还是它目前的性价比 我觉得在16万这个级别 你能够买到比它更全面的 比它性价比 或者说比它的驾驶 机械素质更好的车吗 在合资SUV这一例 我想是找不出来第二款了